岁幕年中寒冬送暖 基隆市议员施伟正特地媒合 包括社团法人中华玉次奉天公 天上圣母慈善功德会 基隆金虎爷行善团 盛威食品企业有限公司 世纪糕点心业有限公司 中游基隆油品行销营业处 基隆市私立恒讯社区长造机构 以及中山产业园区等大约七个民间团体 募集包括白米泡面罐头饮料等 四百份生活物资 发放给中山区的弱势朋友们 大约有四百人受惠 能够跟我们御处共天公 以及我们西汤里 借用我们西汤里里面活动中心 还有许多的行善团体 包括我们金虎爷行善团 中山产业园区四季面包 还有我们的私立幼讯 这个长造服务中心 以及我们盛威食品 这些扇心人士 他们呢 这个出钱出力 来提供许多扇心物资 能够让我们在这个岁末年中 提供给我们中山区的 这些低收入库的朋友 那希望呢 大家除了在需要的时候 领到这些物资以外 也希望他们能够借由 有物资的帮助 让他们能够继续的 让生活更加顺利一点 让他们的生活可以好转 那也希望我们中山区 有许多这个低收入库的朋友呢 他们能够脱离困境 往人生更好的方向前进 在这个寒冬顺冷的之中 抛砖引玉 让社会更温暖 希望大家能够多来参与 坚持人坚持取自于社会 回复于社会 所以我们要把爱传下去 所以我们每一天呢 跟每一个时候 只要有过世族群可以 需要协助帮忙的话 我们都会很愿意的去资助 做公益的部分 然后希望可以把我们的爱心啊 传下去 寒冬送暖的赞助 那就是给那个一些 比较不好过的住民呢 给他一些温暖 让他一个好过年 市议员施伟正也非常感谢 中山区长徐亚文 中山区西康里长张继志 以及和平里长张和妹等人的 大力协助 让这项寒冬送暖活动 可以顺利进行 希望抛砖引玉 呼吁社会各界共同持续关心 社会上的弱势家户和朋友们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